改革开放催生了伟大的时代精神 时代精神蕴含着深厚的核心价值 我认为常信就是言出必行 说到做到 常信是人的第一个身份之后 把自己的心与别人的心相比较 要皇位思考 诚信是做人的根本 情深就是什么 这是不足讲 诚信就像我的一张脸 我要把它保护好 让它展现给大家 跨越两万公里的台法 精选700位嘉宾对境 这个人是最好的 人生的第一个面 刀与好 诸董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一笔一画 全部都是诺言 2016年7月份 然后我接到了早庄红十字会网课上打来的电话 他对我说 张老师你和一名白血病患者出辟成功 请问你愿意捐献吗 当时听完的时候 我特别特别的激动 但是也很纠结 激动的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万分之一的概率在我身上发生了 就像是买彩票中奖一样 但是我很纠结 纠结我是兑现诺言 还是违背我当初的承诺 当时2016年 是国家刚放开二胎政策不久 像我当时是34岁 所以非常迫切地想再要一个孩子 如果我要去捐献呢 要孩子的话就要 至少要推迟一年 但那个时候 就是说 脑子里就是总是有一个小人在告诉我 明年你就35了 明年你就35了 就高龄产妇了 然后我要是不去呢 远方那个人他还急等地救命 因为一旦错过这个机会 不知道他还能不能等到 这么合适的机缘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纠结 当时我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丈夫的时候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 因为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是 接近40岁的年龄了 然后他沉默了很久 然后最后告诉我 他说生孩子可以等 但是救人不能等 其实当时采集的时候 很快就过去了 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意外的 也没有什么样不舒服的 采集完之后 直接正常行走 也不需要像那些 别人想的那个样子 你还要休息了怎么样 其实采集完 你就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什么事情都不耽误 我当时特别想知道 就是我采集出来的这个 干细胞的质量如何 当时那个采集医生对我说了 他说你的干细胞质量 特别特别高 说放到他的体内 肯定会给他一条新的生命 并且说那个人有可能 以后脾气性格什么的 都会和我比较相似 我非常高兴 我想远方又有了一个 和我一样的人 在西宁市经营着一家刀鞋面馆 我是96年12月当兵 黄叔叔就在青海省 黄元县一个乡镇里面 当兵的时候才16岁 我们属于那种高原少数 少数每个星期都要出去巡逻 巡逻的时候都要自带干粮 每次走到牧民家门口 他就招呼我们过来 跟他们家喝喝奶茶 聊一聊天 就是让我找到了那种家的感觉 从那之后我就想 能为当地老人做些什么事 所以面馆一开业 我就为老人提供了免费就餐 在部队当了12年兵 自己也不会经营 第一年的时候 过年需要给员工发工资 发完工资之后 我身上几乎没有钱了 我买火车票钱 都是从那个售款机里面 一块钱 五块钱的时候 给臭气的 我说买火车票的时候 我是用一块钱 五块钱去买的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售票员还多看了我几眼 当时媳妇来接我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心酸 我说媳妇就对我说 她说孩子出生都半年了 你也没回来 我还以为你会给这个孩子 买些什么礼物呢 我笑着说 以后礼物我会给他们补上的 当时身上就剩两块钱 我就从一个最好的朋友那 借了一万块钱 给了我父母两千块钱 说今天我赚 我也赚钱了 然后家里花了三千块钱 过了过年 第二年带着那五千块钱 继续开我这个店 还是继续为老人的 五宝货提供棉 为九三在一块 这也是我最心酸 最艰难的一段 有很多人这样劝我了 他说你现在还没有能力 去做这件事 等你有能力呢 再去做这件事也不晚 我说等我有能力了 或许我已经老了 开店八年 给老人提供了免费就餐 在这八年里面 有很多感动我的事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就是有一位老人 在我这吃了七天的面 他第七天的时候 他就给我送了七点面 他就当时就对我说 小伙子你这个事做得很不错 一定要坚持下去 其实我们老人不缺钱 现在我们有退休工资 退休工资也挺高 挺高的 他说我们需要 你们年轻人 对我们老人关爱这种态度 所以说你一定要 把这个事给做到底 这个事在我小的时候 我小时候在我外婆身边长大的 然后外婆就告诉我 以后你做人 一定要有一颗爱心 做事要诚实 办事要守信 就这样一直在我心里面 有这个思想和心态 我开店那天没有名字 后来我开店来个阿婆 我一看这个阿婆长的 和这个样子 非常像我的外婆 然后我就想 我免费给你理发吧 这个阿婆非常开心地说 那好你免费给我理发 我还给你带客人 我身边的阿婆 都给你带过来 就这样后来我就起的名字 叫便民理发店 然后阿姨真的给我 带来好多客人 从这天开始 我就免费为老年人理发 我记得最清楚一件事 就是最我心每天都脑海里头 都想的一件事 就是出现这个一个阿婆 她93岁 她家住在五楼 住在五楼呢 我免费给她理发 她家还有一个雅叔 雅叔呢 也是94岁 给她免费理发了 我说不要钱 不要钱 她在这门口不让我走 就是我说她真的不要钱 我是免费为老年人理发的 这么多年了 我要坚持下去 这是我们的一个责任 一个诚信 她说那我不给钱 就不让你走 后来她把钱给我了 我就把她理发钱呢 我关门的时候 我就出来的时候 我把门关上 从门上扔掉了 我就跑掉了 跑了阿姨就说 好你不收钱 我下次就给你送到你的店里去 我就没想到 我就回里发店了 我正在忙生意的时候 阿姨站在门口 从五楼啊 93岁了走到我的门口 就这样给我座椅 说老板 你不收下这钱 我是不会走的 我是不会离开你这个店 她眼泪都流下来了 当时我们店里的老年人 都看到了 说 我说的意思 你这钱一定要收下 不收下 阿姨就在门口 给我座椅 就要求我 所以我就 我这样 我就更加的坚信我这是 做的事 真的 我的心也很激动 也很兴奋 也很感动了 所有人也感动了我自己 我是来自东莞市 麻村镇 我就是做腊胃的 因为我们腊胃 有80年 都先纪三十多年了 做食品 给做其他不同 食品也其他豆子的 我们千万不要为了利益 去充满我们的人性 充满了人性 我们的良心华在 好像前年我们的厂 生产开张 我们买了生机器 买了很多生机器 你看我们怎么去消化 怎么去清净胃伤 第一 我们将所有机器 洗得干干净净 然后改天买了几把 进的肉过来 重生去搅几把 搅几次 我们就最把那个肉 钓的鱼团喂鱼 我们能够做得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生机器里边 有很多油啊 很多那个体系的嘛 所以我们能够 去做一点 消费者还不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我能做呢 因为我感觉 做那个食品 不是说那个相变 要求的男人做 其实最关键的事是做老板的良心 你的心最难理 看看是不是你是用了利益为主 还是用良心去做食品 我家做老师百年的小米醋 我的小时候我也记得 我爷爷承详说过 有句什么话 就是三分生意 七分做人 我们把那生意要做好 就需要做那个成绩 这个做醋 它是一个苦当行 把那个小米 大麦小麦 豌豆 玉米 浸泡了24个钟头 粉碎 蒸煮 液化 糖化 磷脂 碍死高温发酵 加剧风钢 发酵比皮取发到100天 为什么它放那么时间 因为它的臭更香更纯 老板人还有一句话 就常说呢 就是臭 酿酸 好佐 佐小 不好佐 那时候我爷爷经常给别人 卖臭的时候 像人家灌那个瓶 不灌吗 它要多大一点 多灌一点 所以附近的农村 或者是城市的市民 他们都喜欢到我家里 买臭 就是那个三分三分一 七分做人 老人的一致 必须要保持下去 作为如此的成品率来说 它因为受到原材料 这个特性的原因 最高的时候合格率 能达到30% 但是作为这个70%怎么办 我们曾经也在困惑 也在迷茫 因为我们作为传承来说 我们不可能说不计成本 但是在思考以后 我觉得品质更重要 在2008年的时候 我就开始把我们所有的 不合格的瓷器砸掉 而且在砸的时候 也得到了很多人的不解 有很多人说 你们砸掉瓷器以后 你们不心痛吗 我说我自己生产的瓷器 我砸起来 确实非常心痛 但是因为我是内行 因为我在做如此 我需要引导大家 那我用了一个残酷的方式 但是保证的是一个生活的态度 我们医院有一个办院宗旨 就是要以诚信 让患者信任我们 怎么信任我们 就是我们从患者的角度出发 当时我们医院在出台规定 不允许吃瓷包 没有药品回扣的时候 和当时的历史环境当中 我们好像是六类 我们有些工作人员想不通 社会上的一些人不相信 在2003年的时候 我们有一位医生 我们培养了五年 被我们发现 受了两百块钱的红包 我们三零五身 不允许吃红包 这个医生就违犯了规定 当时我们自己就难住了 我们把他另外第一梯队在培养 就给我们这个头没开好 我们谈的时候讲 我说我是下乡之心了 我来自农村 你是来自农村 知识改变 你上了大学 你已经走进城市有了工作 结果你忘了基层那些患者的疾苦 你忘本 你没有良心 我们这个员工也是痛苦流血 但是我们再不能留他 我觉得红包不在多少钱 那么主要在这红包的性质 拿了患者 五十块钱和五百块 五千块的性质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隐痛割爱 开出了这名非常有培养前途的医生 使得我们医院从此再没有送红包的现象 2010年我们参与了新乡市的城市改造项目 当时我们做这个项目的要求 就是把这个项目做成一个让老百姓 注入了放心 注入了安心的一个项目 按照国家的标准去上限 就是每平米 这个四十公斤钢材和六十公斤钢材 都符合标准要求 当时我给设计人员讲 我们按六十公斤的标准进行设计 当时我们这个项目要多花将近三千万 或者这三千万 我们花了以后 我们心里买了一个安心 在销售过程中 我们让野猪纳着大锤去掩放 他很喜欢他没见到 所以说当时呢就是很多野猪 特别是青年人 纳着大锤对枪梯对柱子 涌进了桥大 可是最后都是留下一个白点 那么我感觉诚信是灯 是光明 不讲诚信的人就是走进黑暗 把自己的心 与别人的心相比较 要黄伪思考 不光是个人的传统美德的问题 更是一个企业健康 持续发展的基石 用称实之心 做协议之心 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他人 这种就叫诚信 明天こと也是 不省工作 Хот不省工作 你一直要不要 有一点 就那么黄伍 对 1995年的时候 承包了这个地板车间 当时工资比较少 我们有那么多的钱 他就向大家借了好多的钱 不幸的是呢 在厂子在2000年的时候 找了一场大火 这一场大火一找 我们全部财产都没了 我们的希望也都没了 这丈夫一股火 这得了重病 三个月的时间 他就去世了 在他定的最后日子里吧 他的心里一直是想着 他借的那些钱 也跟我三番五次的提起 这个钱呢 你要给他还上 刚办完他的仗事 要涨的就来了 我统计了一下 他欠下的债 整整18万 那是在2001年的时候 我们的工资 也就是300左右吧 大概是 按照我那个工资来计算 我得还多少年呢 没有年头了 我看着这些个逃债的人 拿着签条找我 他们的激动心情 我是理解的 后来我就承诺大家 我说你们不要着急 这个钱呢 我一定要还你们 如果你们要不放心的话呢 可以通过法律程序 有一个人还拿着这个签条 跟我说 我这个到法院起诉 你看你这个 你老伴没给我签字 他那个签条 当时是两万三千块钱 我一看 把他挤的都已经好像是 我要不承认 他就得不到这钱了 他也没办法了 很着急的样子 那我说 那行 我给你签字 你这钱我一定还你的 所以我当时的压力特别大 想办法吧 想到自己有住房 想到儿子住房 都拿去还债 这样的话呢 才还上了一部分 剩下的钱怎么办 我想打工吧 去挣钱 那前我的年龄 已经是五十一岁了 没有什么技术 我就给人当保姆 也在工地做过饭 工作保姆和工地做饭 都没多少钱 也就是几百块钱 三四百块钱左右 如果要是护理 当保姆护理 那个卧床的病人多一些 能五百左右 那个时候 我省其中检用 没吃过水果那些年 不买鱼肉 也不买一件新衣服 省下的钱 就是一个心思还账 在2012年 我还了12年的债 把这些一个欠款 全部都还上了 还完债的那一刻 我高兴地 大声地喊着老伴的名字 说 老伴啊 咱们欠的钱 我给你还完了 你再走钱之下 领悟吧 13年的5月19号 因政府动线 我这个浴池就裁钱了 裁钱了以后 就裁钱的当天那天 铲车铲着我的浴池 我就想起我有5万块钱的连票 现在我就坐在路边上 把我这个连票 就是分文不少的都给退了 当时就是说 每天都按我营业时间的点 早上7点到晚上10点 每天都在坚守 不管下雨刮风 就是一直我都在退 退的到百姓一个都不来了 两天三天五天都不来了 这时候我就把这个就停止 媒体就来采访我 他第一次见我 得说他扛着摄像机的时候 他心里挺害怕的 因为什么你说 我这浴池动线挺上火的 给百姓推连票 我这是很正常 当时我就问媒体 我说我这个事 给百姓推连票 也是理所当然的 他说你这事吧 就是说虽然说高女生是不大 但是审程这么做的少 都知道我在 我又开新浴池了 这些百姓特别应可我 也特别高兴 排队买我的连票 得有好几百人 当时给我心情高兴的 了不得了 那就特别特别的高兴 你看我开业那天 你看区里市里领导 都来给我剪彩的 那就是说我这么一个浴池 人家百姓都说了 这什么浴池啊 市里领导都来给剪彩 我能走到今天 我也记住我母亲一句话 孩子长大成年挣钱 一定挣属于自己的钱 不花些脏钱 我是那个四川省四面县 那一名下岗职工 我2000年的时候 从博物公司当时改制 嘛就下岗了 2006年的时候 当时县里面有一倍资标 可以申请经营那个 福利财票机 通过申请就回得了一台 福利财票机的一个销售权 经营了不到一年的时候 就很幸运的就 种了一株七楼菜的一顿酱 当时那个一顿酱是264万 因为七楼菜打的人不多嘛 实在想这个到底是哪个种的呢 那么多钱 个264几万家的 结果后一看才发现 有个票都还自己收里面 然后才觉得 还真的太幸运了 结果是看了是当时 那个票是一个产名 他平时也就写了三桌号给我 就喊我每期都帮他 把那三桌号打起 然后再另外集选一桌 结果是集选那桌票就中了 当时还是就很激动嘛 马上就跟他打电话 就通知他 他来把他票拿了 他来了比我们更激动 他就是人本身很胖的 就说等位还是高 但是战区都不定的都在打头 我还在安慰他 我跟他说 我说你不要激动嘛 这好事情 然后再教他跟他说 要在哪里去领奖 因为票没给钱 他家屋头来丢了20块钱 给我就走了 我们再看那个票 只有8块钱了嘛 还要找他12块钱 我把12块钱找起 这个资料嘛 要有资料到的 要有资料超出的 这还是直接第一线嘛 把这个票搭出来 高面就煮了几号 就是默默论的 那么总讲 不管他宰他讲 肯定都是他的 如果我把那个前辈契还 我肯定这辈子都不会心愿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92年11月29日 父亲从母亲到县城来的时候 在楼上见到了一个 年仅这个十三十四岁的一个 四川少年 我父亲下来以后一看 还有一口气 所以不够一些 就是把这个四川孩子抱到车航 到县医院进行抢救 这个时候才知道这个小猴子叫王勇 当时问他你到哪去 他说是没有 无家可贵 没有地方去 所以让我父亲当个家儿子 我们家有九个孩子 我是我们家老大马丁·贝克 他是第十个孩子 我们就想是 这个十个孩子也是同人 另外一个方面是 他是四川的孩子 所以不要忘记他的这个老家 另外一个是 把我们这个十个孩子连在一起 就是四川和贝克 连在一起 就是四川贝克这个名字 1999年我父亲林中谦 把他交代给我 给我交代这个三件事 给他找一个一份工作 找到他的新型这个父母 给他娶个媳妇儿 称个家 我把他带到这个我们家 给他安排到这个 先宾馆这个就业 就是在那里面工作 是我和这个宾馆的这个经历 一起给这个四川这个安保 写了一个群人这个骑士 过了二十天以后 他母亲跟我联系上 2002年的时候 他妹妹和这个妈妈 来到我们家 他妈妈抱着我这个父亲的遗像 哭得喊着 感谢我这个我父亲 因为他给他 给了第二次的生命 第三件事就是 给他一个娶娶媳妇 整个家 因为我在福文县 一直给他找这个对象 那么在秦赫我在工作过 在秦赫给他找了一个 这个蒙古族姑娘 他们这个隔头呀 性格呀 各方面比较文和 也见过几时面 也特别高兴 我想这个2010年的 这个国情节的时候 给他要办个这个婚事 然后纠线之下的 这个父亲得以安心 结果他在 2010年3月6日 在高空昨夜的时候 以英工去世 我们也是留了一个遗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07年 由于个别业主 拖欠工程款 我爬算了一下 到那个Laya 我感觉到 我手头的资金 不能注意 发放农民工工资 当时我仅有两套房子 新乡市 一个区域很好的一个 度假院 因为郑州市 一个我想 第一呢 心想是这个 我想把他两家变卖 来筹钱 郑州市的 我想到银行底下贷款 我这个想法呢 刚开始跟家里边 这个孩子的妈一说呢 他比较着急 咱们把房子卖了 咱们还可以再买 当然要如果说 这些兄弟们的工资要欠了 他怎么回家 他怎么养老 怎么养小孩 他说你 你去往后 到大街要饭 我也跟着你 表达对我的极大支持 也有考行人说 凭着咱们的社会幸运 咱年前不发房子 并卖了 都过老年 把他们要回来 再给他们付 我想他们这些农民工兄弟 也会理解的 但是我就是 过不了心里这个坎 因为什么的 这几十年了 这些兄弟们跟着我干 我从来没有脱下过 三个 我们是凭着自己的良心 我们就有 我跟农民工兄弟 有成果 我就千难万难 咱给我卖铁 也不会欠你们钱 应该说三十年 或者三十年多 我是第一 不愁工程座 第二 我也不愁 农民工来给我干 我觉得这些年 这个成性 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市场 朋友 包括效益 在我创业的第二年 我就发生了一件 物流过程当中的 货车司机 跟我骗了一百万 在那个年代 我就觉得 很难陈述 因为我出来 大家都知道 五万块钱的本 在第二年 也没赚到什么钱 一下就骗了一百万 然后我的决心 当时也非常痛苦 也非常的伤心 也压力非常大 然后经过了 大概七八天的时间 的煎熬 最后我就决定要赔偿 然后找到了客户 给他们商量 这货在我手上 是我的责任 已经比司机骗走了 你们能够允许我 一年时间内 我把这个省事赔给大家 赔给这个单位 然后当时我觉得 单位的领导也非常高兴 他没想到 还会造成的省事骗走了 还会上门来 成了我们可以赔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在一年时间里面 除了自己 努力地扩展业务以外 到了年底一百万不够 我要到家里去筹决 最后还是把一百万 在这个时间 预定的时间里面 赔出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前我收到一个案子 是申请人是一家家居公司 被执行人是一个俱乐部 这个其实说简单的就是 俱乐部要经营 他要定制一批家具 然后由家居公司 给他生产 货到了也用了 钱没给 然后起诉到法院 经过法院审理判决 要求俱乐部给申请的家居公司 给他八十多万 那按照常规 你判决都下来了 你该给钱了吧 哪怕你一次性付不了 分析 那也是个说法 是吧 自知不理 财都不财 这个被执行是非常不讲诚信的 我就把它给上了 私信人员名单 限制这家企业的高消费 但是你知道 这些程序上了上去了 但是见效慢 然后呢 我转转找到了一个 法庭那边的一张身份证照片 然后我就去了 那个地址 我是找到了 门口坐着一个醉醺醺 喝得醉醺醺的那个醉帽 然后我想到 这人怎么这么面熟 我还在哪里见过 我一想 是不是我见过的那个老板的那个身份证照片 我说赵某 我叫了一声 我现在不确定 我说赵某 然后那个醉鬼 喝得醉醺醺醺的 谁啊 谁叫我 果然是他一个 这只有戏剧性嘛 那我就把身 我就把工作生拿出来了 我说我是查尼法院的某某某 他就开始刷我了 第一个他说 家具嘛 不好 有质量问题 那我说你有质量问题 完全可以提出另外的诉讼 维护正常的维权 他就说 反正我不管 我们没钱 但说到最后就说 我有钱也不给 就这样的 那我觉得他的行为是 一个 他不讲诚信 第二个 他是目无法制 是吧 无视法律 那我就按照法律规定 对他实施 宣布了司法拘留 把他给关进去了 是吧 这人态度是非常嚣张的 在拘留所的时候 一动乱骂骂 把我的祖宗司 八代都骂出来了 还威胁我 出来有你好看的 是吧 当然这种话 我们每天都听到 执行法官 是不会怕他这种话的 我当时就用了 这个心理疏导师 他们的那个 拘留所的那个干警 和我执行法官 一起联合针对他 其实就是要打消 他的心理那种侥幸心理 迫于执行的压力 第二个 是通过心理疏导 第三个 他已经尝到了 铁窗的味道 是吧 最终结果 他是 我觉得他是有反省的 他意识到 原来这个 我这个行为是错误的 写了悔过书 然后也找了他的律师 家人 谈了 想要履行的意愿 最终这家俱乐部是 把这些执行的钱款 全部履行完毕 作为一个执行法官来说 诚信 我就觉得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 这是最好的诚信 每当我看到疼痛 就想让你抱紧我 就像你一直做的那样 触摸我的灵魂 触摸我的灵魂 每当我 灵魂的时候 你都给我一种温暖 就像某个人的手臂 紧紧搂着我的肩膀 有时我会孤独无助 就像山火上昆落的石子 但是只要想起你的名字 我总会充实信息 有时我会失去方向 就像天上一群的燕子 若是只要想到你的存在 就不会再感到恐惧 我爱你中国 喜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也为你自豪 我爱你中国 喜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也为你自豪 希望你帮我记住 你流浪的孩子 无论在何时何地 我都想念着你 希望你能够知道 你对我的意义 无论在何时何地 你就像我的生命 我爱你中国 喜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我为你流泪 也为你自豪 我爱你中国 喜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也为你自豪 在 되고 便是 我自豪 我照着我 我为你乖 不要